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 SHF裡面七龍珠系列的 克南克斯的 其實也不能說他是超級賽亞人版 他應該就是比較大人版一點 之前如果介紹過那個 回到未來那一版 他其實是比較小一點點 那時候好像 漫畫中好像說十六十七歲 再來這個版本又再 更大一點 可能再隔個兩三年吧 所以就是 身高跟體型也都 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暫時把它稱作 大人版的 克南克斯 這次附的配件其實還蠻少的 就是你又要桌面額外附了一個 超級賽亞人的 的頭 那但是呢我還蠻不喜歡他這個髮型 他後來有在 就是 超級賽亞人2 的時候呢 他的頭髮有在更尖 然後更好看 或是超級賽亞人3 的髮型 那這個髮型呢其實是 是比較不好看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他附了 兩個臉 那這兩個臉呢都是超級賽亞人的 所以 超級賽亞人的這個頭總共有三個臉 然後等一下特寫看一下 然後 藍色頭只有一個臉 那手勢也只有三對 然後再來就是高傲的人必須具備的 暴凶的手 他也有 好大概就這些喔 那我們來特寫看一下 角色的頭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頭 那這個頭由於他有辮子 所以他不方便 這樣子站立 你也看不到喔 那 在藍色的眉毛 或是紫色的眉毛裡面 他只有 附了這一個臉 然後再來呢 超級賽亞人附了三個臉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藍色眉毛應該要多 多附一個臉 然後再來這個臉的 表情大概就是 吃東西的表情嘛 先閉嘴然後 打開牙齒然後 張嘴吃東西 然後回到閉嘴又再合起來 好就是那種 肚子餓要吃東西的順序 當然不是 就是生氣到非常生氣 跟不屑的表情 好這就是他的 頭的三個表情 那我們之前介紹過 就是未來版的克蘭克斯 不過因為他是舊版的 素體那你可以比較一下頭 同樣是咬牙裂齒其實也有 蠻大的一個差異 你可以看得到 好所以新舊的 細緻度在頭上面其實做了 很大的差別 你可以看到油光 膚色 上色包含眼睛的層次跟牙齒 好都 好了非常的多 那再來舊的頭能不能換到 你要做新的頭能不能換到 舊的身體上面 基本上不太行 尤其是超級賽亞人這一版 你可以看到超級賽亞人的 這頭舊版上面還有一個洞 讓他插頭髮的 所以當然 新的頭絕對不可能換到 超級賽亞人的 舊的上面 可是如果你要把 他的頭換到 這個劉德華的中分頭的話 大致上是OK的 所以你如果要換這顆頭 好那你可以把它拔起來 雖然 塔筍不合 然後也 全部都不太 不太密合 但還是可以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是圓的 那一樣你一樣可以把它插進去 因為他畢竟軟軟的 那雖然你可以看到密合程度 不是很好 但是頭髮把它蓋上去之後 其實看不太出來 你可以看到 側面也看不出來 正面也看不出來 好所以換上這個頭之後 至少比你原本的 這個油亮的頭 算是 算是好很多 或是比 原本這個藍色的頭 就是有點乾病皮膚 不好發黃的感覺 好的比較多 只是唯一比較怪的 就是眉毛會變成金色 但沒有 注意的話 其實 還在可以接受的 的範圍下 這個 大家也許可以這樣子考慮 當然你可以換 藍色這顆頭 但是你換了他之後 他就沒有 就沒有別的藍色 的頭 雖然他這次藍色 你可以看到 顏色也不太一樣 一個比較偏 一個比較偏紫 可能藍髮退了之後 他就會 色偏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全身的可動 好那基本上這一隻的 身體跟可動呢 跟達爾其實是 是沒有多大的差異喔 只是體型上 有一點點差 就是克蘭克斯在這邊還是比較高 好那說真的在漫畫裡面 克蘭克斯會再更高一點點 我覺得 SHF的達爾 做大了 而且你可以發現達爾的頭 也相對的比較 比較大顆喔 就是在SF上面 好達爾的比例其實是 裡面算是比較不精準的 好他幾乎快跟悟空一樣高 那其實 在漫畫裡面有還蠻大的差異 那這邊呢是你可以看到跟 克蘭克斯也 差不多高喔 好 那可動上呢 其實跟他 差不多 那 體型上呢 達爾這一隻的體型 基本上是跟他一樣 只是 就相對的比較矮 你看我把它稍微拉高一點 最大差異應該就是腰部 好克蘭克斯的腰部的 比較長一點 達爾比較少一點 那至於 腿部呢也稍微長一點點而已 沒有 很大的差異 但是達爾的這一隻呢 其實是有塗舊畫 就是上面有塗一些 有點像烏狗黑黑的 但克蘭克斯是沒有 他就是乾淨的 戰鬥服 那其他呢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喔 那在漫畫裡面呢 其實悟空也有穿過這套 這套衣服 那他 好像要進去那個 精神屋的時候 好特別換了這套衣服 進去 跟悟飯 進去做訓練嘛 好那換這套衣服呢 那你也可以把它 換成悟空的頭 只是可惜的地方是 不管是戰損的悟空或是 或是那個 一般版的超級賽亞人的悟空 他後面的頭的 這個孔 都跟他 不一樣 好所以 像 比較新的戰損版 的孔 是更小的 比這顆還小 然後 再來呢比較舊版的 比較大 但也比這顆小 好所以你要換呢 只能用偽裝的喔 就是 就大概像這樣子 把它換上去 好那這樣子呢 也許就比較接近就是 你把它換成悟空的頭 那只能 假裝的把它固定 你不能真的 把它裝上去喔 因為他其實是 是卡不進去的 好那但是如果 你只是要 拍個照啊 或是把玩 其實是可以換的喔 那當然呢 我把它 拿下來 你也可以換成 黑髮悟空 但是呢 一樣 球型關節是不一樣的喔 好這是比較 可惜的一個地方啊 就是 同樣是HF 同樣是七龍珠系列 可是他在 頭的這個卡榛上 去做了非常的 多種 讓你在做替換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方便性可以玩 好這是我個人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可動呢 這一支基本上就跟達爾一樣喔 那他也沒有什麼可以卡住 所以大臂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手肘的關節 由於是 心的關節喔 你彎的角度呢 會比較大 然後再來呢 這是因為肌肉設計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他也不會那麼明顯的這個關節 是變成平的面對你 所以上面這一節幾乎沒動 幾乎只有 洞底下那一節 好 所以表面上呢 就是彎 彎曲大的時候 還算是美觀 那腰部呢 多了上面這一節嘛 然後肚子 好 雖然 角度不大 但是還有基本的 可動 那腿部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喔 就是往上這邊會卡住啊 這已經是 大概最大的角度 雖然你硬斑還可以再開一點 但他會 會有回彈 然後大腿多了一節 是可以轉動的 然後膝蓋呢 也可以得到不錯的彎曲 然後再來背面也不會 關節有稍微做消光 也不會太過明顯 那真的要挑就是 他內褲這邊的顏色跟這邊 有一點點出路 就是這上面的藍色呢 就是內褲的藍色跟 大腿的顏色 因為 塑膠質感不同喔 多少有一點點出路 這大概就是 整支色偏比較 明顯的一個地方了 好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好最後呢 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那這一支呢 我覺得整支的體型 其實做起來很帥氣 除了那個頭髮不太喜歡 但 也許大家喜歡 跟前一支比起來呢 算是有 剛講完前一支就倒了 算是有還蠻大的 進步喔 那在這裡呢 也是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 你還可以想辦法換成悟空的頭 那畢竟 他並沒有出悟空穿賽亞人衣服的 的那個角色 那保證以後不會出來 因為 畢竟只是換個頭 就可以出了喔 但是至少 目前是沒有的 你可以多了一個 把玩的樂趣 好那最後 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 這個 SHF裡面的 這算是 克蘭克斯 超級賽亞人版的 大人玩具開箱 然後 再加上 再加上 感谢观看